你好我约了张总 请问张总在吗 张总开会呢等着吧 好谢谢啊 哎喝点什么啊 我们来一杯茶吧 茶没有白开水要不要 白开水也行谢谢啊 现在等着吧 你们的水 好谢谢 这人什么态度啊 走走走 辉哥 这人态度这么差 你怎么还能惹 何必要跟他自弃呢 如果你能把骂出去的话收回 那是一种本事 如果你能把看不顺眼的人看顺 那是一种修为 如果你能把咽不下去的气咽下去 那是一种胸怀 如果你能把看不起的人看起 那是一种修养 永远要记住 立场不同 小言为贵 三观不合 就不要滥费口舌 老公回来了 嗯 喂妈 姐 我在山上海 你不够了 你跟我走一千块钱过来 嗯好 妈 你在哪个现场 要不我们过来找你吧 我也不知道在哪个山场 你给钱走过来就行了 买完衣服我就回家 电话那头啊 肯定不是找吗 哎妈 你不是在山场吗 哎 你怎么知道我在山场 不过啊 下午我回来了一趟 发现家里啊 没有辣椒 我就去楼下买了一点辣椒 妈 这娃娃 是不是你下午在山场领的 啊 是是是 你看 多好啊 那工作人员是不是拿手机 帮你操作还录了你的视频 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 妈肯定是被骗子啊 采集了面部数据 刚刚给我们视频的 就是骗子通过咱们的面部数据 生成了AI形象 这种骗数啊 实在是很难反反 所以以后啊 我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无论是电话还是视频 都要问问啊 以前发生的事 或者让对方用手遮住脸部 这些啊 都是可以反反AI诈骗的手段 现在的骗数啊 实在太高明了 我们一定要加强反反 来妈 慢点 妈 妈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老爷 你要把妈接到哪里去啊 大哥 我们啊 要把妈接成你去 你侄子啊 想奶奶了 那怎么行呢 咱们说好了的 一人养妈一个月 我才接妈过来几天啊 你就要把妈接走 不行啊 那肯定不行 哥 我们这不也是给你学的吗 三次半个月没到 你就给妈接走了 而且啊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妈必须跟我们走 不行 妈 走 咱们回家 哎 大哥 你听我说 今天啊 情况不一样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给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呀 今天啊 是咱妈过生日 所以啊 我一大早就出去跑外卖 提前下班回来 陪妈过生日呢 我们酒店都订好了呢 大哥 我知道你从小疼爱咱妈 孝顺咱妈 但今天不一样 是你职咱等着奶奶回去过生日呢 你就让我们把妈接走吧 老爱 我知道妈跟着我在乡下 没有跟着你们在城里面 生活条件那么好 但是啊 只要我有好吃的 我都会留着给妈吃 不会让妈受一点的委屈 再说了 妈一直住在乡下 对乡下的一转一瓦 一草一木 都有着深深的感情了 如果出去了 会依依不舍 这样好不好 老爱 我们让妈来决定 是留在乡下 还是陪你们去城里 好不好 大哥 你说得对 我们也应该 考虑一下咱妈的感受 咱爸走得早 咱妈一个人 含心如苦地把我们拉扯大 这里的一砖一瓦 都是咱妈一滴血 一滴汗累积起来的 我们都能感受到咱妈 对这里的眷恋之情 这样 妈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说在哪里过 我们就陪你在哪里过 好不好 孩子妈 你们不要争了 我知道啊 你们都是孝顺孩子 今天就由妈决定 我们去城里 过生日 我呀 也想孙子了 再说 昨天下的一窝猪宅 我也不放心呢 明天我们一起回来 好吗 还这样 好的妈 我们呀 听您的 阿辉呢 妈 我们都听你的 妈 那我们上去走 走 妈 慢点 你好 你们的菜来了 好 谢谢 哎 孙老师 真的是您啊 你是哪位啊 我是子晴的妈妈呀 上个礼拜 孩子成绩没考好 你还找我谈话了呢 我想起来了 那餐馆 哦 这餐馆是我跟他爸开的 我们俩啊 没啥手艺 就只会炒个菜 子晴他妈 不是我说你啊 这孩子学习成绩呢 你也都看到了 你不能关顾着赚钱 不管孩子学习成绩 在家呀 你得多教教他 这孩子的教育问题 又不是我们这些老师 一个人的事情 是是是孙老师 你吃的对 我跟他爸呀 没啥文化 这孩子的学习 还真是老板买蛋 哎 来了 孙老师 你们先慢慢吃着 我等会儿再给你们加点菜 哎 不用了 这就够了 嗯 哥 这辣椒炒肉挺好吃的 你快尝尝 那你知道 为什么辣椒炒肉这么好吃吗 辣椒饭了好呗 饭的是什么辣椒 是本地辣椒还是菜椒 什么时候饭 是先炒肉 还是先炒辣椒 这我哪知道 这肉啊 也挺有讲究的 是瘦肉好呢 还是稍微肥一点的肉口感好的 这辣椒炒肉啊 是大火炒 还是小火炒会更香呢 哥 你干嘛 我怎么知道这些啊 我是老师 又不是厨师 树叶有专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你不会炒菜 难道他就会教学生吗 他不会教可以学啊 我每天把他学习资料 往群里翻一翻 他一看就会了 很简单的 没你想的那么困了 你下班了 可以逛街看电影 可他们呢 他们要先检查孩子的作业 还要洗衣服 洗碗拖地 一边准备明天的食材 一边要按照你的要求 提交作业 老板娘 今天上菜有点慢啊 哎呀 来了来了 不好意思 来你慢用啊 妈妈 我这次不会 行 你先把不会都留着 等妈妈忙完 登志连家都回不去 一边为生活忙碌 一边还要哭到孩子 你们把作业往群里一丢 妈妈 老师让你打卡的 你快点 哎 马上就来了 可千千万万的家庭 为了孩子的作业 搞得鸡飞可飘 如果单靠家长 能把孩子的作业教育好 那学校为什么不让家长去担老师呢 那可不行 做老师不得有资格证啊 对啊 他们没有教师资格证 那为什么让他扑到学生呢 他为什么要给你送菜 为什么见了你比见了自己的老师还要紧张 不就是因为他们想让你把孩子教育好 教育孩子 家长老师 应该各有各的分工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 给予了老师最大的信任和尊重 那批改作业 扑导作业 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是不是老师分类的事情 你们都做到了吗 爸你怎么跑过来了 你不是在老家吗 啊毛毛 我刚从老家过来 给你送点蔬菜 你看多新鲜啊 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 我才不要呢 这城里什么买不到啊 爸你就赶紧回去吧 你穿这个衣服 等会让我同事看到了 我还要不要这个公司混了呀 你赶紧走吧 大叔 这是你家种的菜吗 是的 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 你带这么多的菜 是从哪里坐车过来的 我啊 是走路过来的 农村人嘛 就是十几二十公里 何必花了冤枉钱 你吃菜看起来挺新鲜的 可以卖给我吗 这样 这是给我女儿带的 不卖的 那你女儿呢 她没过来拿吗 她很忙 没时间来拿 大叔 这么远 你都把菜送过来了 这样干脆啊 就把菜卖给我吧 我最喜欢老家种的菜了 好 那卖给你吧 这样 我身上也没带现金 你给我到公司啊 我把钱给你好吗 好吧 行 走吧 哎呦妈妈到办公室来一下 辉总你找我 妈妈 看他茶桌旁边这个袋子没有 看着他到楼下去给我跑十圈 十圈 辉总一圈差不多有一公里呢 怎么不想跑 可以啊 收拾东西走走人 好好你你别生气 我跑 嗯 哎 嗯 累不累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真是还有点丢脸 来 你看看这是谁 你现在还觉得你的父亲很给你丢脸吗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砍着这些菜跑 你的父亲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脚还不太翻遍 赶了十多公里的路给你送菜 你却这样对待他 感恩是人之残情 世之禅礼 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养有贵辱之恩 丫有反谱之意 都都知道报答父母 哎你呢 却这样对待你的父亲 你记住了 不懂感恩 枉为人啊 爸 对不起 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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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是他的生命 我留下 留下来的三万许